好 歡迎您回來 今天直播間我們請到的嘉賓是 京道集團投資研究主管 鄭廣富先生 再次歡迎您拍攝 我們來關注一下歐元 歐元從年初開始上漲 不過其快速攀升 也是從4月開始的 那麼當時困擾歐洲的法國大選 結果已經是明朗化了 市場對於歐盟政局穩定 也是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 那事實上近一年多來 這個歐元一直都是處於 一個震盪下跌的態勢 這與歐洲內部風險事件 不斷有很大的關係的 那麼從去年6月底的英國退歐公投 到7月法國尼斯恐怖襲擊 以及德國慕尼黑槍擊事件 再到年底的意大利修憲公投 那如今立即和今年4月的 一個法國大選 那目前歐洲政治基本穩定 英國退歐也似乎是 沒有顯現出很大的影響 歐元走勢再度回到 傳統的影響因素上來 也就是美元 央行政策和經濟基本面 好 陪著我們來說 這個歐元 看得出來最近這個歐元 好像是外匯市場上的一個明星 我們看到他這個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 包括市場對這個歐元 在這個高位就產生了一些質疑 因為我們現在也確實看到 美元說是觸底反彈 再加上現在這個美央行也好 還是歐央行也就美聯儲 以及歐央行的話 他們這個貨幣政策是開始分化了 再加上歐洲的一些經濟數據 其實不是非常的好看 那你怎麼來看這個歐元的走勢 其實歐元從技術層面來看 已經出現一個突破 只要首穩在1.17以上 還是有進一步挑戰1.20 甚至1.21這個水平的可能性 但目前只是因為美元單方面的一個走強 那美元指數也是 裡面歐元也是比重最大的 所以這也是受到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至於說歐元的經濟情況 其實目前市場考慮的因素 可能是放在意大利方面 因為有報導說 意大利的銀行他們的壞賬 佔了整體整個歐元區的三分之一 也達到了意大利GDP的20% 那這種情況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可能會不會引發一個所謂的 一個金融危機另外一次 那這個也是比較有擔心 當然目前的情況就是說 因為有利於美元 所以市場就拿一些不利歐元的消息 來就是放大來炒作 也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但暫時來看的話 歐元似乎就是說 如果要回跌的話 可能回到1.1450的水平 會有一定的支持 我們來看到現在 那關於這個歐陽行方面 本來是想說要這個縮減量寬 結果我們看到現在說 這個德國的一個進出口的 外貿的數據是有所大幅度的下跌了 那您就是說 是否代表可能接下來這個歐元 是因為它之前太過強勢了 所以阻礙到了這個歐元區 經濟的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德國的這些進出口 是這個支撐歐元區 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支撐的支柱 你怎麼來看這一點 如果從數據上來看 它最近公佈的出口是按月減少了2.8% 但是這個其實是跟去年底的跌幅是一樣的 在2.8% 那在2015年跟2014年也曾經出現個月度的跌幅達 超過5% 所以這個也是說就是最近可能發生的事情 都是有利於美元 所以這些不利於德國的這個數據 好像就被拿出來炒作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暫時來看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很大的 不是一個轉向 而是一個可能只是一個數字上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從過去一段時間來看 如果我們看6月份 那是6月份的數字 歐元匯價基本上是在1.13到1.10的水平盤整 那從過去就是2015年1月開始 基本上歐元都是在這個 大概1.04到1.13的水平附近 所以這個並沒有太大的一個所謂的一個轉向 或者說德國的經濟或者出口出現 很大的一個轉向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惡化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被市場放大來看而已 但您剛才也提到說 這個歐元接下來可能會降一點點的話 其實它還是對於這個德國的這個進出口 應該是會有一點幫助的作用了 因為之前它太過強勢了 那我們再來說這個英國方面 因為現在看到說好像覺得這個英國的高通脹 確實讓他們非常的頭痛 覺得說是確實影響到了英國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那如果這樣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在11月份的這個 陰陽行的一些會議上 說我要這個加息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覺得時間上呢 如果是11月份 不如先等聯儲局在12月份先加息 然後再 不然明天再看一看吧 對 而且如果你說通脹 就是要打壓通脹的話 目前英國通脹率是2.9% 那基本上如果要加息的話 現在就可以加息 但是它考慮的還是一個 當然英國跟歐盟已經展開這個通貨談判 但是目前似乎在這個拘留上的問題上 還沒有達成一個一致的協議 那這個但是看上去 我們看慢慢的有一個 就是說磨合慢慢的磨合 然後可能會達成一個所謂的雙贏的情況 但目前也沒有看到一個 就是明確的一個走向 所以暫時來看 如果加息的話可能是要 我覺得還是等聯儲局做了 那英國再做吧 我覺得這可能是很大 那我們想想一下 如果真的說是 它等到這個聯儲局做完之後 這個英央行說 我決定也要加息了 那其實對於這個英鎊 對於美元的一個升幅空間 你覺得還是大不大 如果英鎊來看的話 我覺得它的空間比較大一點 因為還是 因為它去年的跌幅也是比較大的 那按照目前的技術性走勢呢 那它的良多幅度可以達到1.35美元 但現在只是達到1.32就回跌 那也是受到美元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走強的影響 但如果英國也開始加息的話 那那個美國跟英國的利息差距 慢慢的收緊的話 或者收窄的話 那這個對英鎊會價是有一個支持 所以我覺得 當然如果加息的話 之前也看到 只是卡尼說了一些有利於 就是說加息的這些言論 都可以刺激英鎊上漲的話 如果真的加息的話 那英鎊的那個漲幅 可能比較快速一點 您看在這個第一帕的時候 我們就有聊到說 這個特朗普和朝鮮方面 在這個打嘴仗嘛 那大家其實也是非常擔心 接下來可能會說這個避險情緒 會繼續上升 導致市場更加的動盪 那我們現在確實也看到說 這個韓原好像是有受影響 那當然這一點 我們其實也是非常的理解 因為就在隔壁嘛 非常的近 但是現在來想一下 遠在千里之外的這個澳元 也下錯了 是不是也受到影響 還是說其實根本是無關的呢 是有一定影響的 也有影響的 因為澳元是澳洲是一個 基本上它是供應著全球這個原材料嘛 那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第一就是中國 第二是美國 第三是日本 然後是韓國 基本上都是在周邊 所以他們如果周邊的國家 現在中國也支持抵制這個北韓 那美國跟北韓當然出現一個直接衝突 那周邊就是南韓跟日本 那這些它最大的那個貿易夥伴 如果受到影響的話 也會到也會影響他們的經濟表現 那當然這個也會導致 對澳洲的這個原材料 原材料的需求有影響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對澳洲澳元匯價有影響 這負面影響的原因 那另外就是說避險的因素 或者說過去一段時間 就是那個受到日元的交叉盤影響 我們看到澳元對日元也是最近 那個跌幅也達到400點子 也是比較大的 叫每日的下 美元對日元的下跌幅度還要大 那這個也是拖累了澳元 對這個美元的一個走勢 也就是說從這個地理位置上來看的話 這個澳元是的確跟很多 這個國家的這個震盪局勢是有關係的 它是間接受到了影響的 但我們來看到這個美國 其實跟加拿大裡的也很近 那如果說是美國受到影響的話 但是好像現在這個家園 也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影響 家園我們這樣看 那家園是受到油價的影響比較大一點 那除非這個美國跟這個北韓的一個衝突 影響了美國的這個消費活動的話 這可能會影響加拿大 所以家園其實還會跟就像您說 跟這個原油的關係會比較大一些 對 但是目前還是比較穩定 所以它受到影響不是太明顯 好 謝謝Patreon的分析 好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再次感謝鄭廣富先生做客我們的節目 更多資訊請瀏覽萬TV的官方網站 以及微信公眾號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下次見